大家好 现在中午早上11点多的环斯西 向西方向西村口 右手边这个西增路入那个富力桃园那边 这边麦当劳上面以前那个超市 去年关闭了到现在路都没有人租 可能很大有整个二三楼太大 在这里下面以前的西村那个四路车总站 现在做了地铁口 这个是8号线的施工厂 现在8号线彩虹桥和西村还没开通 其他那些站就已经开通了一年了 所以彩虹桥和西村人民都希望快些可以通到这里 如果通到这里过去河南、昌江、万胜围那边就很近了 不用转线了 这边啊 这边下面就是广亚路里那边进去 哦 这座我现在站的这座天桥好像都 我猜是今年还是去年才开通 好像今年年初 下面的路由西灣路去同德維 我今天會走一走進去 這裡是協和小學 這個是正門 協和小學跟協和中學 連在一起 後面隔離就是協和中學 協和中學 協和中學 這兩個都是1911年成立 所以剛剛前陣子 成立了180週年的 那些表演 有些表演 在朋友圈看到視頻 協和中學 是廣州師範學學校 是廣州師範學學校 在廣州師範學學校 這就是師範學學校的副小 再有一段時間做過西增路小 好像半山一樣 校舍做過幾次 收到現在 那部車可能是送餐的 中午飯 現在都包了 不是自己飯堂做 原來都被外包送過來 送餐車 這就是西村站 西村站B出口 又是去粵匯城 這邊最大的商場 就是這個口最接近 或者是同德那邊 我不知道它走哪個近 是這裡近 還是同德那個站近 這個巴士 這個巴士 這巴士站 729B 不知道去哪裏 就是繞圈 在這裡橫線 這個十字路口位 以前是入同德維的 唯一路很塞 以前是很塞車的 現在應該好些 因為有地鐵 因為有所有的路口 現在是耗滑了 現在是三線 這邊是三線 對馬路是雙線 不是很记得以前这个巴士 这个总站以前有什么 是哪路车的总站 记得了 就是等于四号车以前在西村 现在都搬了进去苦力桃园 这个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 很多残疾人的车 很多时候拿来这里修理 是哪里 哇! 橫膠市場! 這裡叫西灣路 附近有很多西字頭、西灣、西增、西茶 西串街的社區醫院 對面又翻身開窗 這個協和中學的正門 以前的正門不是在這裏 在後面那個西增路的華葉里 現在可能蒸了這些地做了一個正門 很多紅磚綠瓦的民國屋 1911年成立 好人 裡面好像半山一樣 裡面有些高一點 有些不同年代的信箱 撐了一個木的 還有一個超門牌 右手這邊比較新 以前裡面有很多貢草 這個地方 可能是水泥廠 應該就是現在匯月城那裏 可樂的火熱 下火熱 是 在這邊 西湾西街 一个小区 62路 以前去东晋广场 现在远 现在去到聂德 215很早期进去跟德卫 教师村 那边的总站跟三路车一样 东山总站的榕树头 在那边的小区 在白带的地方 在那边的小区 过程的地方 在白带的地方 西湾路109 民營医院整形很大 对面进去的是陈嘉庚中学 以前的30中 486 这条路有很多巴士线 很多人住进来 从这里开始 看到楼盘 右手边唐宁花园 左手边的岭南湾 在这里开了很多楼盘 又可能进去同德和石井 因为95年左右 在街坊路那一段矿路的时候 可能有部分人搬进来同德 那些是最早期的搬进来 以前我想 那个年代搬进来同德 好像很远 又觉得交通不方便 在街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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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的地方 在街坊路上 外公园上 在街坊路上 对面这个就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开业的月会城 它前身是最早期应该是水泥厂那块地 之前是做过皮具皮革那类就是豪盘街那些 卖皮那类的 然后有酒楼那些 然后现在彻底转成商业 一个商场 里面的铺很大的 但是在这里 因为这个区域这边全都在广州的角落 始终我想外面外区是不会特意走进来这里消费的 都是附近的人过来 又不算很近地铁 我想走过来 我刚刚走那一段 可能都要10分钟 我这里扩阔了路 进去基务段 站西路那里 以前应该 我没有试过在这里进去 我没有试过在这里入基务段 以前全部都是在港元西那个省府有隔楼 站西路那边进去 这里我没进去 哦 啊 养老院 港兴 港兴的地 嘛 aired 越秀集团 有超市 七仙是京东旗下的超市 有葡萄居 以前附近都没有这么大型的商场 有戏院 这里有西关人家 以前荔湾广场是4楼 还是5楼 我以前觉得西关人家的性价比很高 算好吃 唯一是轿椅 坐得不久不舒服 不知是否和那间有没有关系 水壶 酒肉小馆 小酒馆 86海人 我以为西关人家的心 就在叫做出口 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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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都是月秀的岭南湾半 后面右边唐宁花园好像富丽 我络一下这里 我加油站